崔永元致歉范冰冰,四天六千万大小合同另有其人,希望她自己投案。 近日,大小合同风波闹得沸沸扬扬,范冰冰工作室负责人独家回应新浪娱乐,本工作室及演员范冰冰从未通过阴阳合同的方式进行签约,接下来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核查,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公布权威调查结果,以解公众质疑。 近日,崔永元已爆料范冰冰演绎合同,其第一次大小合同等涉税问题,随后范冰冰工作室发声明否认,崔永元本人也在采访中否认微博大小合同内容所指向的是范冰冰。 6月3日,无锡市宾湖区地税局介入调查取证,国家税务总局也责承江苏等地税务机关调查核实。 然而令大家想不到的是,这剧情变得太快,国家部门开始介入调查,崔永元竟然致歉范冰冰,明确指出,四天六千万大小合同涉事明星并非范冰冰。 同时表示,误伤了那么多人,其实我还是很抱歉的,崔永元致歉范冰冰,那么四天六千万大小合同事情还是真的吗? 崔永元明确表示这不仅是真的,而且还比这个大十倍,崔永元原话是这样说,当然是真的,比这个还复杂呢。 等他们调查完了我再告诉你,不是这么一点钱的事,比这个多十倍都不值。 对于四天六千万大小合同,崔永元表示另有其人,希望他自己投案自首。 崔永元明确说,此人涉及到这次拍首期二,是一位男明星,与范冰冰无关,对于为什么没有直接公布此人名字。 崔永元说,我希望他自己报案,因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 我揭发他,他离死就不远了,最好自己把握这个机会,是吧? 对目前事件的进展,崔永元表示史料未急,好像被逼上梁山,一开始我只是想跟刘振云,冯小刚讨个清白,我也没有那么高尚,如果当时这部电影不叫首期二,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个事了。 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,名气再大,粉丝再多,也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 期待这次税务部门介入调查取证不要半途而废,如果范冰冰没事,就还他清白,如果真有十倍于六千万的违法大小合同,也希望能大白于天下,更希望崔永元这次不要再虎头舍尾了,要以应到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